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统计数字 那么在这个报告中间讲到第二季度 经济界都很关心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 是同比增长0.4% 那么同时国内的其他的数字 像青年失业率到了19% 那就意味着五个失灵工作的青年人中间 有一个是失业的状态 那么这个数字从2018年开始公布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 另外一个德国之声刊登了一篇文章 叫做放弃清零是最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 那么在我的这个总结文章的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放弃清零进口疫苗 进口疫苗是最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 因为你不进口疫苗 这个清零确确实实也有一定的问题 完全放弃也有一定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人为坚持清零做的说辞 因为他不进口疫苗嘛 因为习近平这个民族虚荣心 或者民族自卑感 或者说是他这种错误的这种政治意识 政治挂帅意识造成的这么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局面 很荒唐一个局面 跟政治就多数一直存在一个冲突地位上 好 那我们先这个进入正题 就是第一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统计局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 那么他的主旨呢 当然是好的 都是好的 叫做有力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 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超预期因素两个 两个 在过去的时候两个 叫俄乌战事 还有个这个奥米克戎 新冠重来 那么这个文 这个报告呢 说今年以来啊 国际环境更趋严重复杂 国内疫情多发散 多发散发 国内环境更趋复杂 实际上就包括了什么 西方国家的这个 这个加息政策 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加息政策 也导致的这个需求不振 需求不振 那么总体来看呢 他这个开头这个文章呢 是基本上照搬了李克强在昨天的 和企业家专家的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的调子 我们可以看他怎么说 他说 不利影响明显加大 他说今年以来 实际上是指的三月份以来 三月份以来 经济发展极不寻常 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 严重冲击二季度 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 实际上他没有讲到的 这两大 李克强讲的两大超预期因素 俄乌战争和 这个新冠疫情 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一个应对的问题 应对俄乌 这个战事 中国你怎么样取你的立场 以及应对这个奥米克戎重来 新冠重来 你用什么样的防疫方案 结果呢 这个应对的措施 非常愚蠢 导致经济压力大 但是呢 这个话呢 又不能公开的去说 所以只能怪病毒了 他说 面对异常复杂困难的局面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还得 还得继续歌颂党中央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加大宏观调工政策 有效实施 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 疫情反弹得到控制 国民经济稳回升 生产需求 边际改善 市场价格平稳 等等等等 那么二季度 经济顶住压力 实现了增增长 百分之零点四 实现了正增长 说这个四月份呢 主要经济指标深度下跌 那么这个讲的就是 面对这个下行压力 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 即使果断实测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这都是赵超 这个李克强的话 靠前实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政治工作报告的政策举措 按照以明确的总体思路 以明确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就是去年都已经定下来的 所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稳中求进 2020年的经济是稳中求进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个政府工作报告 就是按照这两个 以明确的总体经济思路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2020年的经济工作 基本上是2021年 对习近平有一个纠偏之后 这个政治局对习近平的冒进 有一个纠偏之后 按照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和中国中央经济会工作会议 这李克强做具体部署 这么两个政策的调子 这以明确的总体思路来 推出稳经济的一篮子政策 那么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当然习近平的这个影响 仍然是不可小视的 但是总体来说 政治局有他们的揪片子作用 召开电视电话工作会议 稳住经济打盘 那么效果显著 他稳住经济打盘 他是在5月底 25号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 他就说经济政策效应较快体现 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收窄 你5月25日你才开的会 怎么你5月份的经济指标 你就降幅收窄了 这个有点有点奇葩啊 6月份回升 2月份经济增长 那么他中间有一些数据啊 他说这个初步核算呢 上半年啊 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 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了2.5% 那么二季度呢 是同比增长了0.4%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季度是4.8吗 一拉平均啊 上半年就是2.5 因为你二季度太低了 就0.4 那么按干照外电的评论呢 这是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爆发以来 GDP萎缩6.9% 就2021年一季度 这个萎缩了6.9% 这是那个之后的最糟糕的一个季啊 一个季度 那么根据他这个分析呢 具体系目的分析 实际上都是从系目统计的汇总的 那么系目来讲呢 按照产业来分析呢 第一产业啊 他二季度 他是增长了4.4% 还是不错的啊 第一产业啊 农业部门啊 矿业啊 这些 那第二产业呢 是增长了0.9%啊 这就是差一些 制造也就差一些 第三产业服务业呢 那更差 为什么呢 他是下跌了0.4 消费不振啊 服务业 因为你一封城 没服务业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三门类 他是大幅度下跌啊 0.4 这个主要是第三门类啊 拖了整个经济的后腿啊 那么从他这个比例上看呢 从采矿业增长了9.5%啊 这是相当厉害 制造业增长2.8%啊 电力热力啊 这些增长了3.9% 这个值得看的一个是什么呢 高技术制造业 同比增长了9.6%啊 这个确确实实还真是这个 产业升级的一个一个力量啊 快于整个规模6.2个百分点啊 9.6啊 高技术制造业 产业升级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从投资类型来看呢 啊 这个国有控股的这个企业的增加值 同比是2.7 股分制企业是4.8 外资级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了2.1%啊 就是外商是 它有去处啊 可以离开啊 那么规模以上的工业呢 同比增长0.7啊 那么4月份是下降了2.9% 所以所有的罪在4月 为什么呢 上海封城啊 带动整个 长三角地区啊 都处于风声鹤唳的一个状态啊 的管控状态 那么二季度的这个服务业增加值 下降了0.4% 4月份是6.1% 5月份是这个下降了5.1%啊 到6月份啊 上涨了1.3%啊 这是服务业啊 生产指数 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呢 整个二季度同比下降了4.6% 那么4月份是下降最狠 11% 5月份呢 6.7% 6月份呢 增长了3.1% 所以讲什么呢 讲这个报复性啊 还还真的略有一点报复性啊 因为你想一个降低11 降低6 到变成增长3.1 是不是还略有点报复 但是呢 比例不是那么大啊 因为你跌去的那个 11.1 6.7 并没有表现为下个月 6月份 增长了20%出来啊 没有 所以 这个 说上半年 还有一个比较 惊人的一块呢 就是房地产 开发投资下降了5.4% 这个似乎到 没那么大 跟什么比呢 跟这个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比 乡水平 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下降了22% 上半年 这个销售额下降了28.9% 这个就是非常恐怖啊 这是非常恐怖 这就是你政府卖地 还有没有人要什么问题 那么他总的来讲呢 就说 克服了超预期影响啊 回稳了 二季度实现了经济增长 稳住了经济大盘 这就是李克强 5月25号紧急开这个电视工作会议 10万人大会 要22季度要保持正增长 结果果然统计局就给咱们统计出来 整整长啊 0.4% 用投资的办法 用投资的办法 加大投资啊 把这个全年的投资都集中在六月份放出去 就是用这种 那么他文后总结的这一篇 这一篇呢 我觉得还是有有意思 他说要看到什么 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 滞胀风险 像美国欧洲可能处于滞胀 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 收紧什么加息 外部不稳定 这都是黑话 你不去解释 你就看不明白 它是个什么意思 外部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 国内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除 疫情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 需求收缩 需求已收缩了 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封城啊 什么堵点啊 这叫供给冲击啊 结构性矛盾 周期性问题 这就黑话 叠加 市场主体经营困难 为什么要李克强稳市场主体啊 不挣钱啊 赔钱啊 没有业务 没有客户啊 他撑不下去啊 所以叫什么 经济持续增长啊 基础不牢固 那下一阶段要怎么办呢 还是按照政治局4月29号的会议精神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啊 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啊 要什么 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 所以你要看呢 就是李克强的这个调子 就是政治局工作会议的调子啊 那换句话来讲 李克强就是政治局吗 还不能这么说 就是在经济工作上来讲 李克强现在代表了政治局的 多数的意志啊 这跟习近平是有不同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习近平啊 对于这个不干预了啊 基本上经济不干预 时不时的还为动态清零做一下辩护 但是这次他去新疆啊 去了社区都不再提常态防御的问题了啊 而且在这个口岸 欧陆口岸 乌鲁木齐的欧口岸视察的时候 也是说坚持动态清零 但是呢 要方便群众啊 要和学精准 已经很弱了 他已经很弱了 人民日报就不要忙活了 你那个系列评论 什么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是不是考虑就 无戒而终就完了 要不拍马屁拍到马定上 他讲这个啊 叫继续做好六稳六宝啊 持续增效 激活力天动力 这都是李克强这个生死历劫的这种喧嚣啊 二十大以后再看啊 等等习主席成了人民领袖的时候 看他怎么做 那么华尔街日报啊 对这个中国这个统计局啊 二季度的这个报告啊 他就做了一个评论啊 他说这个失业率居高不下 房地产市场不景气 西方经济转入低档短位 中国的出口可能也会下降啊 那么青年失业率啊 创新高啊 这都是不利因素 那么他讲到呢 就说现在这个利率在上行 通胀在飙升啊 这都在挤压美国啊 挤压美国经济啊 通胀升的时候就加息嘛 欧洲也如此啊 就美国欧洲的经济增长空间呢 都被压低 那么中国经济低迷啊 那么可以说这一年啊 全球经济啊 是比较悲观的啊 比较悲观的 那么根据中国的这个抗疫政策呢 一出现疫情啊 就开始搞这个封城啊 这也就让什么呢 消费者对消费犹豫不决 企业对投资也犹豫不决 那么根据中国五月份的一个调查呢 消费的信息比一月份降低了29% 那么六月份的这个 16岁到24岁的这个年轻人失业率 从五月份的18.4%啊 增加到了19.3%啊 这是创新高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中国政府动不动就搞清零啊 动态清零 这也导致那么企业没有长久心啊 不愿意招员工不愿意培训啊 因为没法对未来进行投资嘛 那么纽约时报啊 也做了一个评论 纽约时报这个评论纵身就比较长了啊 他说这个经济繁荣和财富增长啊 不断增长啊 是中国崛起的基础 也是让中国公民接受中国威权政权 统治的一个交换条件啊 这可以叫做后八九共识吧 但是呢 说作为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核心措施 封城增加了经济社会的不稳定的风险 那么根据哈佛大学的教授啊 叫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专家啊 肯尼斯罗格夫说什么呢 说在全球经济里 中国是从未衰退过的经济体啊 这是指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以来从未衰退过 每一年都是高歌猛进 而现在呢 中国已不具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进的条件 长远的基础面上来看呢 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速也将大幅下跌 大幅放缓啊 不是下跌 增速大幅放缓 那么野村证券啊 估计呢 说到周一呢 到这个周一啊 中国31个城市的2.47亿人 都会处于某种程度的封锁 你想这是越是大城市 越容易出现这个状态 这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最发达的 最经济最活跃的一部分人口啊 就所谓的中国 在全球化中间的这个中产阶级啊 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那么这涉及到了4.3万亿美元的这个国民产值啊 说比起上一周受到封锁影响的城市增加了两倍啊 增加了两倍啊 那么现在总的失业率呢 是5.5啊 比四五月份会好一点啊 但是仍然是这个18年来以来最高水平啊 就是比疫情期间还可怕啊 那么这是整个这个中国这个一季度啊 二季度这个政策啊 出台以来啊 紧急的通过六月份 虽然说不是李克强不停的口口声的说 不搞大水漫灌 实际上就是漫灌出来的 为什么呢 不用投资的办法 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就是让整个服务业垮掉 社会销售垮掉 房市啊停滞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只有用投资办法能够对冲 啊 现在还用叫什么投资叫什么以工代赠啊 这个失业率啊 高失业率的一个背景啊 大规模反评的情况 按李克强讲法呢 要什么提防什么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 那么德国之声啊 有一篇评论啊 文章评论就叫 放弃清零是最有效的经济刺激计划 他讲呢 就是说动态清零房市困境啊 是这个导致这个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啊 就两条动态清零和房地产困境 那动态清零政策是应对疫情的问题 那房地产困境就是那所谓的三条红线啊 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就是影响那个房地产企业这个资金链断掉 那么如果说不让这个清零政策退场啊 中国今年难以实现5.5的这个增长目标 那么德国的叫莫克托中国研究所的学者啊 叫曾 叫曾林啊 曾林 Max曾林啊 他说呢 增长乏力导致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问题啊 金融系统什么呢 我们最近看到的河南村镇这个银行提不出款来啊 还有呢 这个房产房地产业开不了工 有的开不了工是因为挪用的资金 资金链断裂像恒达那样的资金链断裂 也有的是因为疫情开不了工啊 总而言之呢 他都会引起金融问题啊 就让这个业主说是滥房业主就是强制这个断贷啊 就是断供 说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趋势 那么未来几个月 违约率是可以预期的 那么他的这个看法就是最有效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 是放弃严格的清零 这话就是说你李克强不要搞那什么33条了 不要搞那个大规模的刺激 又发几万亿的债 把你的那个地方债 把你那个动态清零政策停了就OK了 这是国外观察家 另外一个的这个中欧商会的主席叫伍德克啊 他也把他这个说这个数据经济数据很糟糕 他归于新冠清零政策啊 他说呢 中国政府这个新冠精灵不退场啊 你就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啊 退出这个局面 那他就说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新冠清零政策退场呢 那就是要人民要接种良好的疫苗啊 三针四针加强针 而且是有效的 比如mRNA疫苗 但是呢 中国呢 又把自己录堵了 因为他不进口这个啊 所以他说因此呢 因为你又不清零啊 又不停止清零 停止清零 你又不进口这个疫苗啊 所以呢 全球经济黯淡 中国经济疲软 这是致命的 因为最近几年 中国是增长引擎啊 那么现在呢 欧洲是经济衰退和能源问题 美国也是啊 中国一直是稳定的经济体 但将来也也不会这样 那么现在也有人认为 中国央行要放松政策啊 可能会受到资本外流的限制啊 因为美联储啊 其他经济体都在什么啊 都在生息嘛 提高利率嘛 提高利率 压物价啊 那在这样的情况 中国这个资本外流也有可能 好 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讲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在此感谢节目组同事 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 电视频道